不同的是人家整个就透着朴实的味道 比起八米姐的花花哨哨的 人家就一功农阶级 保持着黄鼠狼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的本色 虽然大了点 虽然这背上的毛几乎全是白了 可这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是来帮助我们的吗 我皱着眉头仔细想 没觉得我在老林子里 有啥熟悉的黄鼠狼啊 莫非是师父 他在老林子里和这黄鼠狼 有个一段惊天地气鬼神的交往 这可真是的啊 我就想着 师父那身轻款款的抱着一只黄鼠狼的母样 陡然间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原谅我和师父 如果有机会再见 我发誓是绝对不会告诉林青奶奶的 面对我探寻的目光 那只黄鼠狼的神色竟然是平静 下一个 他竟然人力而起 给我们所有人坐一起来 似乎是在讨饶一番 和巴民姐比起来 这只黄鼠狼是非常有诚意的 人家一进来 先使用了法门 驱散了臭味 接着又是坐一 真是一只有修养有礼貌的好黄鼠狼啊 巴民姐被诚心哥的金针封血 封得不能动他 但是打他看清了这只黄鼠狼以后 竟然发出了音音音的哭声 感情和那吴大胆遇到的那只 和人说话都说得无比利索的黄鼠狼比起来 这巴民姐除了呵呵呵 就只会嬰嬰嬰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哭笑组合 你是在为他求情吗 这时候说话的竟然是如雪 如雪的话刚一落音 忽然我们就听见一个清晰的女声 就传入到我们的脑海 妖物不见得会人类的语言 但是精神上的交流是绝对没问题的 也别小看了人的大脑啊 如果普通人能够体会一下这种精神交流 就绝对可以理解这种大脑 自动翻译为话语的本事了 当然了 在普通人看来啊 这也和说话没有多大区别 无大胆预见的就应该是这种情况 那只白毛黄鼠狼是这么说的 我和妹妹啊 一直都在此地修炼 虽然知道危险 但也抗拒不了这个地方 修炼的好处 比起我来 妹妹修炼时间尚短 不懂人伦理数 希望各位见谅 就放过我妹妹一次 瞧瞧瞧瞧 什么叫素质 这就叫素质 这番话说的 文走走的 让人心里边舒坦呢 我是打心眼里边 愿意原谅这八米姐的 虽然我还不太清楚 成心哥他们 是为啥和八米姐打起来的 可是我们呢 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 就听见八米姐 开始急吼吼地叫 那声音我们不懂得啥意思 但是听得出来 那是又气愤又委屈 还着急上火的 那只礼貌的黄鼠狼 听着听着 这脸色就变得怪异了 过了一会儿啊 他很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句 你们骂我妹妹八个咪咪 这说话的时候呢 他下意识地去遮挡自己 我和成心哥差点没吐血了 这刚才还夸你有素质呢 这下又来了 难道黄鼠狼那个意思都是 我们人类稀罕看黄鼠狼的 两排咪咪吗 可他估计啊 又觉得不合适 竟然占了脚 一身白色的布 莫名地就出现了 紧紧地就把自己给裹住了 障眼法 这就是障眼法 还能简单地用封形法门 看到了这些 我眯了眯了眯眼睛 这下子 我可一点都不敢小看这只黄鼠狼呢 面对着这只穿着白布的黄鼠狼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啊对了 这是郑主了 无大胆遇见的 多半就是他 他比这巴咪杰克高端太多了 因为他身上的白衣服 就是一个完美的障眼法 而巴咪姐身上 那是货真价实的花布 对于他的质问 回答他的 不是我 而是诚心哥 诚心哥这时候说的 我们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骂他呀 且不说我们在老林子里被狼群包围 其中一只妖狼 对我们穷追不舍的跟他有关系 就是我们在这待得好好的 他一冲进来 看见我师弟正在施法的紧要关头 竟然二话不说 就要冲过去咬我师弟 是我及时阻止的 原本都是这样的 我们还不打算和他打呢 结果天知道他打什么鬼主意 又二话不说 开始疯狂攻击我们 你说我们骂他一句八个秘密 是不是过分呢 我们把他制服住 是不是过分呢 诚心哥的话刚已落音了 巴咪姐又愤怒了 估计是诚心哥又提到八个秘密这一茬了 他急好好的又开始叫我 那只白毛黄鼠狼就安安静静的听着 过了好一会儿 他愤怒的声音传过来喝他 闭嘴 胎息不足败事有余 这只黄鼠狼 好像是挺无疑言似的 在喝吃了巴咪姐以后 这巴咪姐竟然真的不乱叫我 他又冲着我们做了一个一 然后说道 我看见这里面恐怖之虫已经醒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如果你们相信我 我们可以到外面去谈 不过在这之前 能不能放了我妹妹 老张不说话 对于这些关键性的决策 他一般是不参与的 吴老鬼那贼兮兮的眼珠子咕噜噜直转 然后跑到我和成心哥面前 不停的说道 放不得呀 放不得 这这这这 这一只就不好对付了 这等一下又是两只 这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成心哥不说话的望着我 显然他也懒得决定这种头疼的事 就交给我了 毕竟我灵觉出色 到底是不是有危险 我沉下心了 自有判断 在我看来呢 我本能地觉得 这只黄鼠狼是真成的 可是吴老鬼说的话不无道理 我不能什么事都交给我的灵觉 万一此时我正是运势低的时候 却不想啊 这时候如许说话 声音依旧听不出什么感情起伏了 放了吧 没事的 吴老鬼 善善地说道 那既然雪姑娘都那么说了 那就放了吧 也不碍事的 我是懒得理这个墙头草吴老鬼 只是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如雪的建议 而成心哥呢 早已经去解禁针了 所有人静静地等待着 不安肯定是会有那么一丝丝的 十来分钟以后啊 成心哥终于推拿开了巴米姐的血脉 巴米姐一能活动自如了 立刻对我们呲牙咧嘴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反应 那只白毛黄鼠狼 已经呵斥了 放肆 还不过来 此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巴米姐朝着那边走过去 慢慢地就缩成了一只 正常大小的黄鼠狼 然后她一跃而上 笑入了另外一只黄鼠狼的怀抱里 那只黄鼠狼再次对我们点头致谢 然后说道 你们可以叫我小喜 叫我妹妹小毛 我们出去谈吧 要谈什么呀 我觉得这会儿啊 恩怨已了 也没什么好谈的 毕竟我们还要继续出发 找仙人墓 不过人家那么礼貌 确实啊 也是不好推脱的 只不过在走之前 我得先把那横鼓取了 容纳此刻在我肩头上耀武扬威的嫩糊里 最好的容器自然就是那一截他自己的横鼓 炼化一下比养纹罐还好呢 滋养作用还要大一些 我家傻虎师祖啊 就是这么弄的 所以我去取横鼓了 那张狐皮 我没有去动 尽管老张是舔着嘴唇说了一句 老之前了 我不想取出去惊世骇俗 别人一看那么大的狐狸皮 不得疯了吗 再说了 一张狐皮在这儿 多多少少也有入土为安的意思 老张是自然没有什么恶意 毕竟作为半个猎人 对山货抱这个态度 感慨一句 那也是正常的 等我们从洞里边出来的时候 天又一次地擦黑了 我们早上进去 竟然到了这种时候才出来 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只不过出来的地方 我们完全陌生 老张四处跑 对比着地图看地形 总不能在这老林子里边 迷了路吧 没有去干涉老张的行为 此刻我们几个人 围着一堆篝火 正在听消息 说着一些事情 对我们几个来说 再惊骇世俗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接受 哪怕有一天 蹦出一个人来告诉我 他其实是火星人 我也不会感觉到吃惊 相对来说 老张选择在此刻去看地形 没有出过老林子 算起来怕是游几百年了 小喜一开口就是这样说的 狐仙洞自然就是我们刚才出来的那里 和我猜测的没错 是我肩膀上这只嫩狐狸的老窝 不过我们都没有开口 选择静静地听小喜的诉说 其实从一开始呢 他准备要找我谈谈 我就明白了 他和我们绝对不是谈 关于小毛恩怨那么简单 这其中啊 一定是还有别的事情 从小喜的诉说中 我大概理清楚了 他们姐妹的一些事情 原来小喜呢 就是这老林子里 山脚下的一只黄鼠狼 和普通的黄鼠狼 没有什么不同 也未开灵质 他出生的地方呢 说是山脚下 确切地说来啊 却是一个靠近山脚的豚子 黄鼠狼是最接近人的动物 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说黄鼠狼和人 有什么相像 只是说黄鼠狼是不必近 甚至和人的生活 有交错的动物 不像别的动物 如果可以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是绝对不愿意 靠近人的生活圈子的 小喜就是这样一只黄鼠狼 出生在豚子里 慢慢长大 活下来 靠的也是那个豚子 不过呢 是吃老鼠而已 在我那时懵懂的记忆里 鸡肉是很美味的 但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黄鼠狼一族是吃老鼠的 靠近人类的地方 鼠类就多 所以我们黄鼠狼因为这个 爱贴近着人类一起生活 时间久了 就算懵懂 也自然不自然地羡慕人类 模仿人类的动作 或者 我们这一族天生的灵智比较高吧 小喜关于这个 是这样说的 有一点为黄鼠狼深冤的意思 毕竟黄鼠狼是他的族类 原本小喜的生活轨迹 就应该是那样 和普通的黄鼠狼一样 慢慢地长大 然后老死 事情的改变却发生在某一间 他实在是找不到食物了 就盯在豚子里的一家人身上 在饥饿本能的驱使下 他去偷鸡了 事实上 我很不信 第一次出手就被逮住了 因为那家人养了一只很厉害的黄狗 我比不上我那些兄弟姐妹 第一次偷鸡根本不知道 绝对要选没有狗的人家 小喜说这个的时候 语气里有些自嘲的意味 透过火光 我看着穿着一身白衣的小喜 心里也有些恍惚 这是真的吗 一只黄鼠狼在我面前 跟我诉说偷鸡的故事 可 可这就是真的 从古至今 妖的传说从来就没有断过 各个御妖的故事也是层出不穷的 妖的好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而事实上 为什么如今却很少再听见妖物的传说了呢 我想啊 只是因为人类太霸道了吧 看着那一片片消失的森林 看着那一条条由清澈变得浑浊的河流 人类意识不到自己的得不偿事 同时也真的侵犯了太多一个地球上生物的生活空间 想着这些 我有些恍惚 但小喜的故事还在继续 说到底很普通 就是一只黄鼠狼偷鸡被逮住的故事 可是因为那家人当中的一个老奶奶的善念 这个故事变得不普通了起来 当时小喜被逮住已经是负伤了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比起现在要困难 鸡已经是很珍贵的财产了 人们对待偷鸡的黄鼠狼自然是愤怒的 遇到了一般都是打死了事 可那一天 小喜遇见了那家里最善良的老奶奶 老奶奶当时说了那么一句话 哎呀 看这只黄鼠狼啊 眼睛湿漉漉的 脸上也有泪痕 怕是已经知道了错误 上天有好生之德 鸡也没被咬死 放了吧 放了吧 咱们穷苦人家 更是要积责呀 就是这么一句话 让小喜死里逃生 但是由于负伤加上恐惧的原因 她却是再也不敢待在囤子里 懵懵懂懂的上了山 懵懵懂懂的就在老林子里迷了路 我当时负了伤 在林子里很久都没有吃饱了 虽然未开灵质 我在那时候也知道 自己是快要死掉了 这是一种本能的感应吧 我记得那一日 在下雨 小喜继续地讲述着 我是第一次听见一只动物的故事 总觉得听闻着 有那么几分心酸的感觉 恍惚中 我仿佛是有一点明白天道的意思 捕食与被捕食 永远都是没有对错的 强大的动物不是邪恶 弱小的动物也不是善良 这只是公平的生存 因为在我接近一只黄鼠狼的故事时 也忍不住为它的生命心酸担忧 所以偷鸡的黄鼠狼又有什么好邪恶 非要被打死不可的理由 而人类永远在乎的只是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生活 生命 如果有一天 人类有幸能听见一只野兽 在自己的面前诉说自己的一声 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礼物呢 怪不得天道宠溺人类 给了人类一点灵气 凭借灵智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又怪不得天道惩罚人类 让人类不停地陷入对死亡的畏惧 不停地承受轮回之苦 皆因人类不悟 永恒地自私下去 不能领悟天道的那一点善 是立身之本 不能领悟那流一线的 站在他人或者其他生物的角度考虑 终有一天 会自食恶果 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思想又通明了一点 师父曾经对我说过很多话 我理解又通透了一点 道法自然 自然之道理 哪里又是残酷 是处处皆有余地 皆有本意 小喜自然是想不到她的故事 能给我这样的灵光一显 她只是还在讲述 讲述那一夜的雨 让她找到了一个避雨的洞 她那时没有什么智慧 受伤找避雨的地方 这也是动物的本能 可是她无意中闯入的避雨洞口 却是嫩糊润的修炼之处 那个地方 我早就知道是一处基因之地 对于动物开灵智 是有很好的帮助 我去的时候 能明显地感觉灵魂的舒畅 被滋养的意思 更别说承受能力 更为强大的动物 而且还是先天灵智 剩余其他太多动物的黄鼠狼 加上它们经常贴近人类生活 多多少少地沾染了一些人类的灵气 更何况它进洞之时 距离已经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个地方的基因地 想必比现在要强大得多 看着不远处 我们刚才爬出来的洞口 我不由得感慨万分 原来这就是小喜一生的转折 这也是它的机缘吧 后面的故事我能猜到 它无意识地跑进了洞子的身处 终于进入了嫩糊粒 修炼的真正核心之地 在那里开了灵智 然后就本能地开始修炼了 只不过中间呢 有一点我没猜出来的就是 在嫩糊粒的洞里长着几颗奇怪的植物 那味道诱惑着小喜一口就吞了下去 吞下去之后 就像喝醉了一样 我当时也不懂 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之后 我就发现我脑子好用了 小喜是这样说的 可不想程兴哥一下子激动了 他忽然大声地问道 那花果子是啥样的 小喜似乎有些不明白 程兴哥为什么那么激动 他抚摸着怀里的小毛 歪着脑袋想了想 淡紫色的 带点黑色 然后 小喜努力地回忆诉说 程兴哥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精彩 最后是激动地手都在发动 然后他一把拉着我 痛苦地说道 极限之地的半妖草啊 不 程兴 你一定不能理解 这名字很普通 可是在我们这一脉 流传下来的秘密手杂中有记载啊 这种东西太逆天了 合上几种东西 炼制出来的药丸之后 如果给了先天灵智 不是太糟糕的 随便什么斗舞服用的话 那个动物可以生生地开灵智啊 不不不 这个都不算逆天的 更强悍的是 它是少有的 已知的 可以提升人灵魂本身的东西啊 何况 是在阴机之地长出来的 程兴哥越说越痛心疾首 我能理解他 在这世间养神的非常有效的东西 都难见了 何况是直接提升灵魂本身的东西 听起来就已经不比神经差了 医子卖到如今也是可怜的 能利用的药草也太过珍惜稀少 一身本事 因为这个之余 能发挥出了一半 就已经是不错了 再难想几百年前 懂医的人 凭借一些古方 调治出来一些药水 药丸 竟然本身就能活到二百多岁 面对程兴哥的激动 我稍许淡定了一些 机缘这个东西 说不清楚 不是你的 就一定不是你的 这个是强求不来的 而小喜呢 更加的淡定 他慢慢的说道 有什么 比栽在你们人类身边更好的呢 就像笨笨的狗类 你们人类养久了 他就会变得非常聪明 猫就更不得了了 有的在你们人类身边待久了 说不定 就可以和你们人类交流了 不过按照那些家伙慵懒 小喜 有些冷血的性格 也不见得爱和你们交流 听到这儿 我有些目瞪狗呆了 狗我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我真的知道 狗在人身边养久了 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 情感表达和智慧 养狗的人自然也有体会 厉害的猫 可以说和人交流 猫说话 我无法想象 不过小喜那么差一句 成心哥也算是冷静了下来 我们继续听着小喜的诉说 总之在那一次之后 小喜就踏上了妖羞的路 要知道 动物本能强大 休息也是凭借本能行事 但在这之前 开灵制是尤为重要 很多动物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小毛 比我可怜 我是幸运地遇到一家善良的人家 得以逃生了 而小毛则是差点被打死 说起来 也是我和小毛的缘分 在以前 我每隔一段时间 总会下山去一次 雕西山货 去到以前那个屯子 贵的就是报恩 只因在我开了灵制以后 我曾经发誓 要对老太太的后人 报恩五十年 小喜说到这儿 无老鬼哼哼了几声 问了一句 你都调些啥呀 该不会是老鼠肉吧 就是山里的一些药材 灵制建开以后 我就知道了 那些东西 对人类来说 是极为珍贵的 那些年头不像现在 山里的药材 只要有心呢 还是很好寻得的 小喜倒是真是一个 好脾气的黄爽 竟然认认真真地 回答着无老鬼的问题 只不过他这话说得 我们几个大伙人汗烟 为啥如今 山里的药材会难寻 不就是因为我们吗 小喜在继续地诉说着 他那一次照例是去报恩 却遇见了在另一户人家 快被打死的小毛 想起了自己的遭遇 那一次他冒着极大的风险 在众人面前叼走了小毛 然后把小毛就带到这里 然后小毛在基因地 自然也得到了好处 开了灵制 跟着小喜一起修炼 接着就有了如今的巴咪姐 有时我就在想 一善一恶 绝对不是当时发生了之后 就简单完结了的念头 那就像是一种精神的枷锁 在延续 就如我和小毛同时修炼 我因为当时受人之恩 却对人类抱有着一分善意 也更愿意行善积德 不求福报 却相信累积起来的善 总会给自己带来福报 可是当年小毛受人之恶 性子一直偏激 天生就厌恶人类 做事也讲究能得好处 并不择手段 我的劝戒不见得有多大的作用 毕竟曾经发生的事情 就像硬刻在他灵魂深处 值得处处地压着他 最近老林子 因为某些事情不平静 我自然也是要去看看 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些事 小喜淡淡地说着 我却感慨万千 是啊 一善一恶就如他所说的 是延续的精神之量 一点善可以传播很远 影响很远 一点恶也同样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这句话的深刻 两只黄鼠狼 给我们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两只不同的黄鼠狼 我感慨着这个 却完全忽略了小喜所说的 最近老林子 因为某些事情而不平静 老张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手里边带着猎物 真亏他去查一下地形 都能搞到吃的 我们几乎是从昨天饿到现在 也幸亏就老张在了 这冰天雪地的晚上 也真亏他能那么快搞到猎物 老张有些忌讳 接近两只黄鼠狼 回来暖和了一会儿 就提着猎物 闷声地说道 你们说着吧 我去收拾一下猎物 这种事情我们都表示理解 可能在老张眼里 这一幕人 鬼 妖 洗脸而谈 比做梦还不真实 他的选择早已经做出来了 终究是要回到平淡生活里去 小喜的故事到这个时候刚好讲完 我们感慨不已 却在这时 无老鬼也做出了一副深沉的模样 也似乎很有感慨 我很好奇 无老鬼这个神经粗大的家伙能有什么感慨 却不想这无老鬼自己却说了出来 哎呀 我算明白了 偷鸡悟事啊 偷鸡悟事 你说你们黄鼠啊 因为偷鸡却背了多少年的骂 他打也被打了 咋就不敢呢 我一下子脸胀的通红 是被想笑的冲动给憋的 只因为顾忌小喜的感受 才强忍住没笑 心里却在想 爱不到无老鬼以前修道没天赋 因为他的这个领悟能力啊 实在是太逆天了 小喜却不以为意 说完这些话 忽然放下小毛 朝着我就直直地跪了下来 二话不说 就开始叩拜 我不明就里 自然是要去扶小喜的 却不想小喜说道 你不用扶啊 我要拜的不是你 是胡仙姐姐 若不是她当年的洞穴 我和小毛只怕早已经死掉几百年 并是一生懵懂 不得开灵智 胡仙姐姐与我既是恩人 又是师父一般的存在 而我这一半 也是带小毛在一半 小毛灵智未曾全开 还属于兽性未托 懵懂幼稚之时 加上性子又偏激 对胡仙姐姐有不敬的念头 是该我在这里磕头认罚 说话间小喜就恭恭敬敬朝着我肩膀上 原本在打盹的嫩狐狸 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这嫩狐狸见小喜拜她 原本还在打盹 忽然就精神了 立刻耀武扬威地蹲在我的肩膀上 神情得意 努力想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 无奈太嫩了 看着都像是挺有喜感 这就是残存的记忆吗 我看着如今可爱的嫩狐狸 想起石室壁画上那真正威严的大妖 身下是一群戴着奇异面具的人 在跪拜于她 在小喜拜完之后 吴老鬼一下惊呼出声了 狐仙姐姐 她就是那闭眼狐狸 我是承一 你咋不早说了 闭眼狐狸啊 你竟然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我都没有表达出我的友好 我是承一 你这阴险的家伙 这不能够啊 一听这话 我是满头的黑线 对吴老鬼我就问她 你一直能看见她 是啊 你不是有本事吗 我还以为你无聊 把身上带的战斗铃给召唤出来了 就这么 咪点的一个狐狸 谁知道是扁狐狸啊 这吴老鬼回答的 是理所当然的 我闭嘴了 我发现和吴老鬼这种反应慢二十几拍的人说话 永远是一种自虐的行为 承一 闭眼狐狸在你肩膀上 让他显形来看看吧 诚心歌 都是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 我试着跟这只有些二百五的嫩狐狸沟通 却不想啊 它很好说话 也有能力做到让大家看见 只是一小会儿 大家就看见一只白毛闭眼的小狐狸 蹲在了我的肩膀上 不得不说 这嫩狐狸的外观 是很有杀伤力的 如雪喜欢的眯起了眼睛 想要抱她 无奈她是灵体 根本就抱不到 至于承心歌呢 直接诱惑这只嫩狐狸了 小可爱 来跟哥哥走呗 哥哥比她温柔多了 我不满地盯着承心歌 不是我说承心歌 你一大男人 表现得跟女人一样干嘛呀 承心歌扶了扶眼镜说道 怎么的 谁规定大男人 不能喜欢可爱的东西了 你吗 你这种跟你师父 一样粗线条的家伙 懂什么叫美吗 我当时就无言了 其实说实话 就算闭眼狐狸跟着我 也注定得不到最好的待遇 在师祖传法那次我就知道 和别的修者不同 我们老李一脉 是有密法 可以养本命灵的 就是共生魂 但是一辈子 注定也只能是一只 这闭眼狐狸 如果跟着我 倒是真的得不到 共生魂的代 承心歌也是我们这一脉 如果闭眼狐狸 肯跟着他 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有胡头横骨在 他也同样 可以把闭眼狐狸的残魂 培养成自己的共生魂 我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看见嫩狐狸摇摆不定的样子 同时也读到了这只小家伙的心思 大概的意思 翻译过来就是 怎么办好呢 我喜欢那个笑起来 比较温和斯文的哥哥 这个哥哥不温柔 我靠 我这心里那个伙大 一只母狐狸 都能被承心哥给勾引了去 这个装温柔温和 实际一肚子坏水的春风男啊 闷操男 而承心哥呢 不理会我愤怒的目光 继续勾引他 小可爱 来跟着哥哥吧 哥哥是学医的 平时为你补补什么的 是很简单的 来过来吧 哥哥会很疼你的啊 终于那只嫩狐狸是经不住诱惑了 跳到了成心哥的肩膀上 但仿佛对我还是有一些不舍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他哪里是对我不舍呀 面对着嫩狐狸的决定 我火大 觉得没面子 但实际上 我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是为成心哥高兴 按师祖的意思呢 有了一只共生魂 才算是完整的老李一脉 在那个时候 我读到了他的遗憾 自己太过匆忙 没能为徒弟们准备一只共生魂 而准备好的虎魂 也许我师父都不知道真正的意义 或者我师父知道 只是他出于爱护我 给了我 又或者他不想特立独行于自己的师兄师弟面前 尽管当年他们因为小事故的事情翻脸了很多年 具体师父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除非有一天我能找到他 亲自问问他 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想到这儿 我把那截横骨 就递给了成心哥 平日里啊 让这嫩狐狸在这里滋养 回去了 我帮你练花一下这玩意儿 再跟你说点事 原本成心哥的勾引只是和我开玩笑 他也不是真的要带走嫩狐狸 毕竟他是衣子卖的 不是要战斗的 见到我那么认真 他反倒是诧异 这 承衣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衣子卖的 成心哥 相信我没开玩笑 咱们从老林子里回去以后啊 就要面对更难的事了 江河湖海里怪物怪质 怕是比这老林子多了去了 我们师门到时候一起出动 你是需要他的 我是十分认真地对成心哥说道 成心哥的表情是有些迷茫 但嫩狐狸又再次在成心哥的肩膀上 打起盹来 可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成心哥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问 倒是小喜说的好 这样真好 跟着一个修者 狐仙姐姐的残魂 倒是得到一个好归处 免得总是处于很危险的境地 很多存在都打着她的主意 包括小毛 要不是我压制着她 我不解释了她的主意 我不解的妄想了小喜 小喜则耐心地解释道 这些事情倒是说起来话长 我应该怎么和你们说呢 其实这一次找到你们我也有一事相求 你们听我说完能否做个决定带上我们 带上你们 去哪儿啊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去那神仙的地方 这老林子 加上你们 来了三拨人 这冰天雪地的这林子 走的方向 也是朝着那里 你们不是也去那个神仙的地方吧 小喜的声音带着一丝脚侠 是啊 它是妖物里比较善良真诚的存在 可是这和她脚侠也并不矛盾 我明白了 这下才是小喜找我们谈话的真正目的 此时锅里炖着鱼汤 烤架上烤着香喷喷的兔子肉 原本已经饿了很久的我 面对如此的美食 竟然没有了心思去吃 只因为小喜刚才说的那一席话 太过的震撼了 她首先是告诉我们小毛的行为 这些日子修者频繁入山 小毛一直是蠢蠢一动 想要杀死两个修者 拾其心头肉 要知道和普通人比起来 修者的精血和灵气 对于妖修来说才是大物 一开始的狼雄大战 确实是小毛想让妖狼占领外人 杀人与他进步 后来遇见我们 小毛敏感地感觉到 我们是修者 然后才有了狼群 围攻我们的事情 小毛啊 自然是不会亲自动手的 只因为他杀你们 背负的因果就太重了 到时候结束难够 但你们要是被狼群杀死的 事情就有所不同了 这样你们明白吗 小喜给我们解释的时候 我们惊出一身冷汗 一只带着兽性 灵智未曾全开的妖物 都由此手段 如果这老林子里 别的大妖盯上了我们呢 这样想来我们四个人 就贸然地进老林子找仙人墓 真是唐突的行人 可是开工哪有回头见的 加上时间的限制 我们也只能继续走下去了 随着小喜的诉说 我们知道再后来 我们跌入雪窝子 确实是巧合 狼群不敢进雪窝子 怕的根本不是什么 碧眼狐狸老窝 或者是小喜小毛 因为这里的狼群和小毛 私混得很熟 很喜感的是 这群狼群的老大 就是小毛 所以啊 他们怕的是那洞穴里的虫子 这时候小喜跟我们解释道 一开始 我没有发现虫子的存在 因为对狐贤姐姐的尊重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动她的遗体 直到后来小毛修行有成 在一次我出外的时候 她去动了狐贤姐姐的遗体 才引出了恶魔虫 那次幸好她反应及时 刹那间感觉到危险 跑得很快 才得以逃脱的 可是她带进洞穴里的狼 就只剩下了白灰一只 白灰就是攻击你们的狼群里的头狼 原来那只狼崽子也有名字 名叫白灰啊 怪不得那么有灵性呢 原来是进过这个洞穴 多多少少这灵魂也被滋咬了 开制了的狼崽子 在当时听到那里的时候 我有疑问 那为什么小喜 会在你出外的时候 去动嫩活力的遗体啊 那些虫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也知道 小毛受过巨大的伤害 性子偏激 我们在洞里呢 住了那么多年 随着修行的加深 哪里不知道胡贤姐姐 会有一丝残魂不散呢 说句不尽的话 如果可以吞噬胡贤姐姐的残魂 对于我们的好处是巨大的 另外 小喜说到这里的时候 有些愁愁 而我望着小喜说道 你直接说 另外 就是关于那神仙的地方了 传说中 要集齐四个大妖之魂 才能真正的进去 这个说法 不知道是怎么流传出来的 你知道我们妖修 都是凭借本能修炼 跟你们人类比起来 实在惭愧的仅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集齐是个啥意思 就只能自己理解为吞噬啊 真的是 也不知道谁传出 这样一个扬拉二正的说法 这干啥呀 想等我胡贤姐家 这小喜说到最后有些激动了 而在我旁边 成行哥正在尝鱼汤熟了没 一听小喜那腔尿 吐的一声 被鱼汤就喷了出去 老张无辜的被喷了一身鱼汤 然后眼神木然的转向了小喜 问了一句 咋的 也是东北的 这不废话吗 老娘生在这黑土地上 长在这老林子里 谁敢说老娘不是东北的 看老娘不笑死他 这小喜还激动了 在这时候 一直避讳着小喜和小毛的老张 竟然含有的拍了拍小喜的肩膀 摸了摸在旁边趴着的小毛 他有些激动的说道 对对对 东北的 咱东北这嘎的 好黄大仙啊 改天去整两杯啊 好啊 老娘最喜欢喝酒了 就是在这老林子里搞不到啊 这小喜也心高采烈 这时候吴老伟也飘了下来 他大声说道 啥也不说了 是要整两杯 这老乡见老乡 不整点 这不能够啊 看着这一幕 我 成心哥和如雪 同时是目瞪口呆 这不是在说正事的吗 咋变成相友会了 这小喜不是知书达理文质彬彬的吗 咋变成彪悍的老娘们了 看着我们的表情 这时候小喜才反应过来 有些害羞的模样 他低眉顺眼的说道 不好意思啊 激动了 让各位受惊了 我晕死 感觉这还是一个双面的黄鼠王 不管我们怎么震惊 这正事还是要说下去 小喜在说完老林子 妖物之间流传的传言以后 又说起了虫子 提起这虫子 在老林子里 有身份的棍都知道 这虫子是老林子的货爱 因为不仅在嫩狐狸的洞里有 其他几个埋藏大妖的地方也有 上次小毛引出那虫子 是第一次虫子现身 那次出来了二十几只虫子 就吞掉了五六只狼 所以狼群呢 是不敢再入狐仙姐姐的洞了 我和小毛 也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去 后来我去查探了一下 这些虫子 只要你不去招惹它们 它们是不会动的 而且动了也不会出洞穴